第32题,32题33题是题主,丁丁想了解影响化学反应速率的因素,于是找来4块质量与体积些相同的灰石,主要成分为碳酸钙,先将其中2块灰石放在甲乙两支饰管,再将剩余的2块灰石用盐波磨成颗粒大小相同的细粉,再分别放入丙丁两支饰管中,最后在此4支饰管中分别加入10毫升, 不同浓度的盐酸水溶液,如右表所示,并观察反应时产生气泡的情形,请回答32、33题 第32题是问你,比较甲乙丁四支饰管中气泡产生的快慢关系为何? 这题再问反应速率,我们晓得反应速率跟浓度有关,浓度越大反应速率越快,跟颗粒大小有关,颗粒越小表面积越多,那么反应速率也会越快 那我们看到甲乙丁当中,我们的丁四管它的浓度是最大的,同时呢,它的灰石的颗粒是最小的,所以我们晓得丁四管的反应会最快 而我们的甲四管的浓度又小,而它的灰石又成块的,表面积又小,所以它的反应是最慢的 而我们的乙跟丁之间看到,它们的颜酸浓度一样,但是丁的颗粒比较细小,所以丁的反应会比较快 所以呢,我们的反应速率呢,是我们的丁会大于乙,那么甲氏呢,是最小的,那么丁呢,是最大的 所以我们的反应快慢是甲小于乙,小于丁,小于丁 所以第32题问我们说,比较甲乙丁丁四肢四管中气泡产生快门的关系为何 我们答案选择是A,甲小于乙,小于丁,小于丁